接著呢,這裏呢,是甚麼來的呢? 還有這裏是甚麼來的呢? 我們看這三個圖 一、二、三 那這三個圖是甚麼來的呢? 原來呢,我們要講一個屋是在哪裏呢? 有三個 method 第一個呢,我們叫meets and bound meet呢,就是那個measure來的 bound呢,就是那個boundary來的 那呢,這個呢,就是說 我們的keyword呢,就是有個monument 定點 有個是指標的地方來的 那呢,他就會說,在那個 唐人佛那個牌坊 走三步,左轉兩步就到了 那間屋 這個呢,我們的 重點就是以前舊的rural area 行不行? 第二呢,就是 叫做not and block 一個not and block 一個not呢 就是這樣 二十五乘一百 不一定的 但是通常呢,一個block 就是一個叫做街 口 一個街口有十個not 如是寫sunset 例如說這條呢,就叫做terrified 跟著這條呢 叫做st sandiego 那這條是二十 二十七階 這條是二十六階 那這條就是這樣 斬開兩卷 not and block呢,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呢,not and block就... 這個meat and block not and block 這裡都沒有 真的很少考 跟著我們考得最多的就是 section and township 要記的 首先,section and township 我們要記的就是 有一個套 這個叫township township呢 是大的 六米乘六米 section呢 是小一點 是一米乘一米 所以它就連著這樣 打蛇餅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那你現在用筆,你寫了 那我告訴你怎麼寫 七呢,就在六的下面 是的 如是者呢 一路這樣打過去 八九十二 你寫完去吧 十二呢,就在十... 十三呢,就在十二的下面 那你見不見到 他現在這樣打蛇餅 記得我們什麼時候都是由這個角開始 那你不會錯的了 那你跟著... 那你現在繼續寫 寫到三十六為止 那你不要寫錯喔 不要寫錯喔 不是不是 這個圖呢 其實你這次畫完之後呢 你以後不可以... 不可以不認識 那就可以了 因為為什麼呢 他考試呢 就這樣考 他考呢 就是... 他就問你 啊... 這個叫Session 蛤? 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叫什麼呢? 整個叫做Touch 整個叫Touch 因為這個是六米 這個是一米 不是說米 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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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35的... 其實這個又重複的 所以... 原來35的樓下呢 就是2 不過是第二個Touch 34的樓下就是3 好了,3的樓上是什麼? 3的樓下 35的樓下 34 34 34 7的... 這邊呢? 12 12 19的這邊呢? 24 沒錯 以前舊的樓下就是這樣考的 還有考一件事呢 就是英文來的考 他就說Ease of 19 Ease of 19 然後呢,你記得 of 就是Apostle vs 所以將它 調轉成19 的... 東邊 那所以呢 19 Ease of 19 是20 就是千萬不要搞錯英文 那如果你英文 英文OK的 你其實... 你其實不需要我這個 不過我們那些 不OK的 另外,Sature & Houndry 他考得最多的 就是... 這個圖 怎樣呢? 我們首先畫一條橫線 這個我們叫Base Line Base Line Base Line 就是好像我們醫院那些 就是底線 我們沒有膽固醇 弱食的時候 我們有一條 驗身 是Fasting 這個Base Line 那麼呢 打動的呢 我們就叫Meridian 中線 那麼這兩個呢 死記的 沒辦法 好嗎? 好 跟著呢 我們看這個 剛剛講完了 那... 還有... 還有... Base Line 呢... 這裏 打橫這格 這格 我們叫Township T 叫Township Line 其實是Township的橫行 好像Row那樣的東西 你當Excel Sheet的Row Excel Sheet打動的叫什麼? C字頭的 Column Column 對 Column 所以這裏打動呢 我們就叫... 它就不用Column 叫Range 那... 那所以呢 這裏那個字 我們就要... Tier Range Tier是打動不打橫 你就要死記的 沒得不記的 記不到不行 Tier 打橫 是啦 那它怎樣分呢? 東南西北 我們又要死記到 這個是什麼? 北 北 OK 好了 它這個呢 舊的卷就這樣考的 所以我大家會問你的 首先呢 我們以中位線來看 很多時候呢 我們這點稱之為00的時候呢 我們如果一一的時候呢 就是這樣嘛 我想問你 這個是什麼? 負一負一 負一 其實呢 沒有negative 我為什麼用這個方法呢 因為我想告訴你 它呢 就是說 我們首先記住 Tier 是打橫的 所以 逢是Tier 它只有兩個情形 一是就叫做North 一是叫做South 沒有了 逢是Range 變成什麼? East or West East or West 那你 Tier呢 因為它是北邊 所以呢 它是在這條based line的第一行 所以我們就Tier 1 North 我們最好呢 寫R的時候 不是 寫第一個英文 寫完後面的英文 寫完後面的英文 先寫一個數字 那就不會錯的了 好了 那我想問你 這個叫做Tier 什麼呢? 原來這個都叫做Tier 1N 這個呢 這個呢 就叫做Tier 1South 這個呢 2South 這個呢 Tier 3South 3South 好了 當我們講了這一個的時候 我們跟著就用R來代表左右 R這個是R什麼? 首先講英文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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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多少號? 你的點在哪裏? 這個 0 1 沒有0 沒有0 好 那跟著這個呢 做完這個了 你的點在哪裏? Area 這個 好 這個是1 首先是R 跟著就寫英文是West 跟著它英文字是1 沒錯 它考試就是這樣的 它給你一塊 ABCD 那於是呢 你就看一下哪個適合 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呢 深水清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呢 你呢 就好 所以它問你的Location 這個Area 是屬於什麼東西 都要寫兩個出來 是啦 它其實Iidentify一塊田 是用兩個座標來identify 我們現在馬上玩一個遊戲 這個 首先Tier 2South 跟著這個是什麼 R2South R2East R2East 是啦 1 1 因為 Meridian 是這邊 是啦 好了 我們又選這個了 我們已經有兩個英文字 所以這個可以 R 3R 3R R2R